最近虾米玩游戏有点多啊 不过这样也好 总不能一年都在买买买 说起来最近公司里的同事 突然喜欢玩格斗游戏 好像玩的特别嗨 看了我都想跟着一起玩一局 可惜手餐来不了 而最近几天里呢 有不少小伙伴私信了我想看的产品 这里呢 下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与我讨论 说不定呢 马上就可以看到你新衣的东西了 好啦小铲子动起来 短裙气袍长枪鸡 最能高达19T 在雷姆疯狂刷存在感之后 作为姐姐的拉姆终于是低调出现 在这个满市 如果真爱有颜色 那一定是蓝色的胡胜利 显得对姐姐拉姆太不公平了 所以JC出品的这款拉姆 在表情上就感觉有些小情绪 两款产品作为可以粘动的设计 摆在一起之后更添一份临敞感 而拖把上的金属涂装 也是显得非常细致有料 发间的刻画着实让侠缪我感叹 对GNC的制作水准 还是有相当信心的 层次分明 着色均匀 丝毫没有怠慢的感觉 看来对拉姆 厂商也是付出了同样多的心思 不过不知道这款拉姆 后续会不会公布更多的配件信息 毕竟妹妹雷姆可是有不少替换件的 当初自公布以来 是推出的 所以在人气上的自然也是非常高 而相比起原画 产品的面部则是没有太过还原脱力了 而展现女线曲线美的旗袍 自然是老司机们观众的重点之一了 腹部 腰间 以及裙摆等位置的褶皱刻画非常细致 另外皮儿本身嘛 这里虾米我就不能过多的描述了 相比起生气慕人的产品 也是为老牌司机的脱力 在要造型和设计角色上 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好了好了 这个新年呢 我也是非常期待 说不定发售之后 来一波紧张又刺激的开箱 想要看的小伙伴 刷一波溜哦 作为人气最高的Lancer 玩家们的呼声也是一波高过一波 可以说实际上斯卡哈的产品便利开花 而今天的战斗琴声音 依然是各位玩家的新动画了 自转头十将之后 又有勇士来挑战这个造型 相比起前者 这款斯卡哈的造型幅度更大 头发飘起得更加奔放 而整体看起来并没有 异色等明显的问题 不过看面部的表情感觉比较呆 长枪的上色更加光亮 金属感较强 然后就是这大长腿嘛 那真的是很长了 裙脉养血的这么高 这里肯定是给神士们造福利了 这胸 这腿 这屁股是吧 哦对了 屁股还看不到 侠米我呢也是将斯卡哈加入豪华午餐了 希望这次强兵不再是幸运异了 如果说高达实在是看得神美疲劳 体贴的万代 这次则是推出了金阳系列新品 趁着超级索尼紫十周年之际 也是果断推出了一波 金阳计划超级索尼紫 设计极限当然是财团币最拿手的地方了 而这次索尼紫的作家玩都不小 优秀的可同性在变形把玩上能给玩家更多丰富的体验 除开常规的摩托车造型 还可以变成多种造型装甲外科 粉色和玫瑰金的配色显得小小精致 而本体索尼紫也保持了较好的品质 更能感觉SHF的即使感较强 不过各个关节处的涂装和隐藏设计 也是让角色整体看起来更加的自然 用离子没有遗忘那么丰满的感觉 变身金阳后倒是显得非常的苗条 面对狗屋 不知道万代的金阳计划能不能顺利的展开呢 在去年GSA推出的公园群 在玩家群里获得了不俗的可悲之后 厂商们似乎也是对他最有千难 虽说GSA的校服版已经让玩家印象深刻 Pokerra则是另一笔蹊径推出了连衣裙版 比起BG长发 扎其蛮味变得他更多了一份简念的感觉 而私服的造型设计也是让狭迷我多了一种清肩感 从服装上来看 基本在合格线以上 浅色的整体色调也是让产品看起来满满的少女气息 角色除开常规的微笑表情以外 还包含了闭眼澄清的表情 这里嘛还是非常棒的 再就是这细细的美腿了 由于阴影的着色并不突出 所以给人的胶感还是比较明显 不过足体来说 这款郭元勋的品相还是不错 要是底座设计一下就更好了 水族馆在之前推出过最有装备系列 艾露菲奥特之后 在近段时间呢 也是跟进了该系列的后续产品 沙梦 所以早期变回在游戏里的超人剧角色 沙梦的夸张的发型和充满东方气息的服装 让人印象深刻 水族馆果断玩好的造型等着大家来观摩 不过这款沙梦的大腿也太粗了 别换你大腿炒极诱惑的好吗 这是在挑战粗腿霸王吗 不过角色的面目表情倒是抓住了沙梦的身影 再看到这胸部 肚子的纹路可以看到 马甲线非常明显 果然是媳妇的女孩质 这真空媳妇的衣服 也是让这款沙梦 一下子就让各位老司机本玩玩多多了 介于水族馆的制作水准 起伏很大 这款沙梦 虾米我只好 先观望一下了 好了 说了这么多美少女 正底下马决定要说一说其他的产品 蝙蝠侠系列里各式各样的蝙蝠车 总是能让观众印象深刻 P1S则是选择了BVS电影里出现的蝙蝠车作为题材 那么既然是P1S 自然是可以放心享受细节 其实厘米左右的长度着实够大 就算是买回家 放在哪儿 胡子也是让人头疼的问题 可以看到 产品的驾驶室是可以打开 看到内部的结构 不得不说 老爷的跑车 一台比一台炫酷 被雨水虫刷之后的蝙蝠车 写得金属感十足 轮胎缝隙中隐约可见的尼购 也是细节满满 不过这个定价嘛 虾蝙蝠我已就只能跟大家一起吃惯了 而未来将会上映的这一联盟 虾蝙我可是超级超级期待啊 同样是车啊 不过这一台车就显得十分的恶趣味了 如果说是没有接触过女神系列的话 不许看的造型就觉得很大眼睛 不过对于女神系列的玩家来说 他可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角色了 由Freen推出的这款魔罗就有点厉害了 象征着诱惑 欲望与邪恶的他 在金子姨玛的笔下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不得不说 当初第一眼看到的时候还是非常震惊的 而这款魔罗的造型兼凶 正是金子姨玛本人 神恶的触手以及战车上的刀刃 都有一定程度的可动 不过说实在的 这样的粉丝向产品 倒是正对游戏玩家的胃口 说起来这段时间在玩P5 我可能又要和他见面了 好了 最后侠命我就不说什么时候办了 万代南魔宫在最近公布了一段 高达VS GANDAM VERSUS最新宣传篇 在这里 侠命我就直接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天小长假 咻咻咻就过完了 小伙伴们是如何度过的呢 然后就是武汉最近可能要下一个月的雨 看来玩脚和玩戏来跳这一下心情 肯定是必不可少了 这么长时间下雨天气也容易导致家铃很超 玩家的各位可要保护好自己的心头号 同时要注意身体 千万不要感冒了 好了 本期的开心坑就是这些 我们下周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